她是南宋有名的阴阳尼姑董师秀 十几年间祸害上百名寡妇 却无一人报案 最后被一条狗识破真身 这是怎么回事 这名尼姑又有何本事 董师秀自小在尼姑岸长大 她最初是个被父母抛弃的可怜人 据说董师秀出生在南宋的一户农民家庭中 她是这户家庭的第一个孩子 父母当然很期待 但她的出现让期待变成了害怕 接生婆在看到董师秀的第一夜 就被吓跑了 这让外交集等待的男主人 非常奇怪 在看到孩子的那一刻 她也惊呆了 因为这个孩子竟然是阴阳人 也就是说她有男女两种生殖器官 在当时那个年代 可没有什么基因突变的说法 人们会认为这是一种不祥的象征 要是让其他人知道 别想在村子里面抬起头了 董师秀的父母心中有了决定 那就是孩子不能留 但毕竟是亲生的 实在下不了手 董师秀的父亲就把她放到了尼姑安门前 好心的安主将她收留了 并启明董师秀 为了避免被人发现真实身份 安主一直将董师秀当女儿养 董师秀也当起了尼姑 因为她的外貌清秀 身材高挑 没有人发现她的秘密 董师秀在佛法上很有悟性 记忆力也很好 常常翻看两三遍就能记住 除此外 董师秀秦奇书画样影精通 还和安主学了一首刺绣手艺 安主外出做法师的时候 也喜欢带着她 无论怎么看 她都和女子没什么不同 然而在安主去世后 董师秀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装什么正经啊 你要是跟我好 你别过来 我就不告诉四主 要是四主知道了 非把你掌毙不可 你别过来 外貌清秀的尼姑竟是男儿身 祸海上百名女子却安然无恙 董师秀也从尼姑成为才华大盗 她的故事让人震惊 董师秀在安主去世后 也离开了尼姑庵 因为精通佛法 有不少人家请她去授课和做法师 其中有一些人是貌美弟女相克 董师秀也变得躁动不安 一天 一户富贵人家 请董师秀去开导儿媳妇 因为他们的儿子去世了 儿媳整日以泪洗面 对她身体不好 董师秀留了下来 董师秀的耐心劝导 让女子平静了下来 她俩的关系越发亲近 甚至女子还邀请她同睡一床 在女子看来当然没什么异常 然而董师秀却起了其他心思 她在晚上侵犯了女子 事后女子没有告诉其他人 这下更是让董师秀放纵起来 董师秀将目光放到了城内的美艳寡妇身上 接着讲解佛法的名义 侵犯这些寡妇 在外人看来董师秀也是女子 就算流速也很正常 她在十几年间侵犯了上百名寡妇 这些寡妇为什么没有揭发董师秀呢 一方面是因为董师秀的花言巧语 将她们哄骗住了 另一方面则是当时对女性的束缚 当时成诸理学盛行 对女子的真洁非常看重 饿死是小失节时的 为了保住性命 她们只能忍气吞声 并且董师秀也非常聪明 她知道找未出格的女子 或许会露出马脚 因此找的都是寡妇 不过她的身份最终还是暴露 南宋阴阳尼姑的身份 竟被一条狗给识破 董师秀也算是阴沟翻了船 董师秀的身边美女环绕 没多久她又看上了 立名美艳的寡妇刘寡妇 刘寡妇的丈夫去世没多久 她每天晚上都会梦见丈夫 让她睡不好觉 听闻董师秀精通佛法 就让她给自己做法诵经 董师秀当然答应了下来 并且要诵经超度七天 因此董师秀住进了刘寡妇家中 刘寡妇不知道她这是引狼入室 董师秀借着工作的名义 和刘寡妇同吃同煮 甚至趁其不备侵犯了她 刘寡妇和之前的女子一样 不敢声张 董师秀就更加嚣张起来 不过一个叫胡宗用的混混 早就盯上了刘寡妇 董师秀的出现影响了她的计划 但看在董师秀长得不错的份上 她决定把董师秀也霸占 在董师秀外出的时候 胡宗用把她拉到了小巷子里 然而当胡宗用对她上下起手的时候发现 董师秀竟然是个男人 这下可让胡宗用一口气堵在心头 她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 所以把董师秀送到了洋 说她女扮男装 欺骗妇女 虽然从外表看董师秀没什么异常 但只想看胡宗用如此 肯定就叫来吻婆验身 验身后吻婆说董师秀就是个女子 胡宗用因此被赏了三十大碗 然而事后胡宗用坚持说 董师秀是个男人 还用性命担保 这时吻婆突然心生一戒 叫人带来一条大黄狗 然后把肉汤泼到董师秀脚上让狗去点 董师秀在刺激下显露真身 最后她被斩了一绝 谢谢大家